下周 那个 下周 你先说 夏儿 下周 我可能要和我哥回趟湖泊 没照片了 算了 先这样吧 我现在就要回户谱 你不问问我 我去干什么了 什么时候回来 户谱又不远 你能去多久啊 你是不是要收拾行李啊 用大行李箱 还是小行李箱 我要给你查一下天气 要不要买一点 无苏的特产带回去啊 没事 我先给你收拾行李 给你拿个小箱子 这样的话 东西又完了 就提醒你一场都快回来了 知道吗 嗯 有什么没有啊 用完了再买了就行了 店迟用完钱也就该回来了 抽名器不用拿了 知道装上谁的东西啊 知道装上谁的东西啊 不知道 不过来 你不给你帮忙 我会给你帮忙 九七零三三五零 好想说你干什么呢 这几个项目是之后的重点推荐项目 你做决定就好 还有啊 那几个大科护士长维系不能停 晚上我们开个会 大猪 你教态得已经够清楚的了 今天晚上别在这儿跟我们耗着了 赶快回去多陪陪女朋友 我是想安排一下 季风下个季度的考核 萧总 下个季度你就回来了 不用安排这么早 笑然晚上有安排了 说是和大家帮的人 回罗夫的聚餐去了 合着都说困忙的人是你的 你觉得他是不是很奇怪 奇怪 什么奇怪啊 跟哥说说 嗯 那你不说我走了 我这次回户谱 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可以说是不闻不闻 那应该有什么反应啊 一哭二闹十里相送 虽然我们是刚刚在一起 那有点难舍难分也很正常的 对吧 一点行动都没有吗 行动 抢着帮我收拾行李查天气 买特产 算了 是不太对啊 按说热恋期不应该这么快就过了 我说呀 你也别想那么多了 怎么不往好的方向想想呢 人家姑娘真是善计人意 多难能可贵啊 我要是你 就早点去接她 别浪费了这么点时间 我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 有 渣男 有 姐 我选的是大冒险吧 姐陪你喝 小哥 有没有被这嫂子联系过白夜光 你 你一句话说就说不对了 你那不是叫我犯错吗 那说明你还是个白夜光的 不要精神出贵你知道吗 老酒 你又不许再想了 那什么意思 你说 爱而不得 就真的念念不忘了 是吗 真的 那我还陪你喝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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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